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部分非选择题 非选择题有两题,我们先来看第一题 乙之甲校有A人,男生占60% 乙校有B人,男生占50% 现在呢,要将甲乙两校合并 合并 那有一个人叫小琴他认为 因为呢,60%加50%除以2,等于55% 所以呢,他认为合并以后 男生应该占总人数的55% 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劣势求出合并后 男生在总人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呢 我们假设这个叫第一小题好了 那第二个他还要问 你认为小琴的答案在任何情况都对吗 请指出你认为小琴的答案会对的情况是哪一个呢 假设这是第二小题好了 我们先看第一小题 好,再来 这个第一小题 原来 还没有合并以前 这个甲校 男生 从两个学校来的 一个是甲 一个是乙 假校男生 假校一共有A人 男生占的比例是60% 乙校有B人 乙校男生占的比例是50% 这是原来啊 那合并后呢 合并以后 男生没有跑掉 也没有转进来 所以合并以后的男生呢 是这个60%乘以A 加上B乘以50% 这是合并以后 的男生 的人数 那合并以后的总人数是多少呢 合并以后 总人数 题目 没有说 有人转进 或有人转出 所以合并以后的总人数 就是假校原来A人 加上乙校原来B人 那男生的百分比 是多少呢 就是 总人数 A加B人 男生A乘以60% 加上B乘以50% 那因为他要算的是百分比 所以我们把 这两个百分率 把它提出来 最后男生所占的百分比 应该就是 A加B分之 A乘以60 加上B乘以50 这么多 百分比 这是第一小题 那第二小题 你认为小青的答案 在任何情况都对吗 不见得 为什么不见得呢 为什么不见得呢 因为这个AB不一定会相等 因为AB不一定相等 因为AB不一定相等 所以 小青的答案 不见得对 不见得对 那什么情况之下会对呢 不见得会对 那何时会对 什么情况之下会对呢 当AB 原来 假校跟乙校的 人数 总人数 相等的时候 就会对了 请看 如果原来 假以良校 人数都相等 那男生的百分比 A乘以60 加B乘以AB相等 所以 这个分子呢 是110A 除以分母 AB相等 2A 那A跟A 消掉 等于 算出来 百分之五十五 只有 在这种情况下 小青的答案 才会对 好 再来 题目 还有一个第三小题 依据你劣势 检验 你指出的情况下 小青的答案 会对的理由 好 请看第三个 我们假设 这个A呢 等于B 都等于1000 合并后 男生 百分比 1000 乘以60 加上 1000 乘以50 除以 1000 加1000 这么多 百分比 等于 6000 加5000 11000 除以2000 所以等于 55% 也就是 只有在 A和B 会相等的情况下 小青的答案 才是 会对的 才是会对的 感谢观看